Hello 大家好 我是AP 今天我們又回到零探 現在我的位置是在柴灣豐華村後山的萬鬼橋 今天我們還邀請到雞蛋仔街KOL 敏迪 我什麼時候變成雞蛋仔街KOL Hello 大家好 我是敏迪 很開心 我可以上到你的頻道 謝謝你 其實因為我要訪問他 是 沒錯 紅人來的 不要不要不要 我要跟你學習 是 打擾 那你知不知道這裡有什麼故事 哦 不知道 剛才不是聽過 給我機會多賺錢 之前就說這條橋有人看到日君 日君靈體 還有這條橋有人看到子彈洞 那你沒有跟我說的很害怕 但我上次來就好像沒有 因為我直播之前來過這裡 但我覺得這條影片質素不太好 所以拍拖了 這次正正式式拍多一條 好 這次有我在旁邊看著你 哈哈 你是第一次靈探 是呀 很害怕 你知道嗎 因為這樣我幾晚睡不著覺 哈哈 我哭哭亂了很多人 哇 那立刻進去 走吧 出發 吱咦 嘩 是不是就是這條 原來那麼快 我上次用了一小時才來到這裡 現在這個位置下車 原來一分鐘就到了 上次去過大布蟲仔圓條 萬鬼橋 這次這條就是港島區 柴灣的萬鬼橋 傳聞說見到日軍,日軍揮手,還有子彈洞 怎樣? 不要丟到他在後面,他走得很快,我跟著你旁邊 現在我就在這個猛鬼橋給大家看看 橋其實是一條有特色,古舊的橋,但我不覺得真的那麼恐怖 下面就是溪間,這裡不能跌下去,跌下去再見 這樣看來是恐怖的晚上,但鬼的傳聞就不知道 我其實在前面是這樣的 我希望沒有阻止他拍照 絕對沒有,所以我剛才是在後面拍照 橋其實很短,是這樣的 人們說眼鬼橋見到日軍揮手,我覺得沒有那麼誇張 HELLO,現場有沒有靈界朋友在這裡 有的可以跟我們溝通一下 沒有嗎? 沒有嗎?有沒有人啊? 有的可以跟我們溝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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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像是這些超高頻的聲音,完全沒有聽過 你好 好,我們先問一個詞 因為通常反應不強烈之後也不強烈 嘗嘗最後一次 請問在柴灣萬鬼橋這個位置 會不會有任何靈體朋友仍在橋上 如果有的,可以跟我們溝通一下 對嗎? 我應該沒有 一下聲就沒有 你是專業嗎? 我平時如果幾下聲就沒有,我就當沒有 因為有的地方,第一下已經有 如果今天這段影片比較少看到紋力出現 是正常的,因為我長期都在旁邊做什麼 躲起來 而且因為我拍他拍東西,我就怕妨礙你拍 對,沒錯 所以你看到我突然間在這裡,突然間不在這裡 不會見怪的 如果大家想繼續追蹤,就可以在intro的位置 撐住畫面就可以了 現在就做完最後的訪問,真的很遠了 你有沒有東西分享? 我覺得可能有很多傳聞的東西 就是要自己親身去過才知道是怎樣的 對,別人說就好這麼說 猛鬼橋,猛鬼橋 但我自己覺得就不是真的這麼猛鬼 對,所以就很靠你了 好,那AP你走完了 今天有沒有收穫? 今天收穫 今天沒有什麼收穫 最大的收穫就是贏到和大家一起散步的機會 真的懂得說話 那這個是不是很常見的呢? 常見也是的 我都不希望我每條片都拍到有怪事 如果真的每條片都有怪事的話 應該我早就已經世界靈異之王了 那如果沒有了,那條片怎麼辦呢? 我相信怎樣都找到一個方法去表達 如果說沒有靈異就表達廢虛 如果沒有廢虛就表達 可能我多說一些東西是我自己的感受 就是都照原汁原味的出街 就是他沒有東西就走 沒有啦,如果我要做假 很容易的這條片都可以做 但我不會 那假是沒有意思的 平時遇到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就是打你的節目 體力勞動最困難 大膽或者怎樣的東西 已經不再是一個重點 就是身體撐到才是最重要的 那現在拍完,那下一部是怎樣? 下一部就回家了 拍完 那之後呢? 那條片要剪,要剪嗎? 那條片之後要剪 要剪嗎? 但要剪多久呢? 我想這條片這麼短和這麼沒什麼 其實剪半個小時就給我剪完 我走過去走回來差不多 怎樣?那邊有血嗎? 不是,有莊香 有莊香? 是的,這位真的有莊香 是的 那我們的訪問已經極速完成了 但是這條橋呢 我還是想認認真地給大家看 大家看一看 如果以我的角度 晚上一個人走這條橋就是這樣的 雖然剛才是沒有任何的聲音 或者磁場改變 但是如果一個人晚上在這條橋走 其實是很恐怖的 剛才有多一兩個人在,就沒有什麼 但是現在一個人走 感覺有點不同 大家說的柴灣萬鬼橋就是這樣的 我一直都沒有特別回來拍 原因是 我覺得太短了 所以這條片會很短 但是既然大家覺得我要回來的 我又回來 其實是很特別的設計 今天這條半訪問 半靈探的影片 就是這樣 聲音又沒什麼了 這條橋就是這樣想一下 進來真的快到極速 一分鐘到 這條橋一分鐘走完 試機試了一會 現在結束了兩分鐘 我也不期望我自己會在這條橋 可以拍足十分鐘 好了,今天就應該是這樣 如果大家看到有東西就有東西了 看不到沒有東西就沒有東西了 出來了 謝謝今天雞蛋仔KOL的文迪 對,是我 哈哈,有蛋出來 謝謝你不嫌棄我阻礙你 絕對沒什麼事 希望大家不要見乖 我阻礙了他的拍攝 雞蛋仔KOL邀請我 在他國明 我幫你剪得很好看 謝謝 希望下次我們還有機會合作 一定有 下次過來我的頻道 好好好 雞蛋仔 對,我跟你一起做雞蛋仔 好,就這樣說 今天這條片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記得訂閱給我 按LIKE SHARE 有什麼留言說 還有Follow MeV 還有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 還有Follow MeV的頻道 多謝 大家記得支持我們 拜拜 拜拜,下面有Link 再見 哈哈 為什麼會拍這個題材呢 零二是因為我知道YouTube多人看 但是少人拍 還有我自己也喜歡一些特別神秘的東西 所以我就拍零二 但是你不害怕 怕啊,但是也要克服他 因為很多人想看 你這麼偉大 是啊 哈哈 是不是有觀眾想看 都是的,很多位置 如果說真的 如果沒有YouTube 我應該都不會進去 或者不會再繼續走下去的